凌晨三点多有男子驾着自小客车 无照酒后上路行进花莲市 国新一街和十六谷大道口时 因为要右转没有打方向灯 引起线上巡逻远警注意 男子发现被警方跟随之后呢 就把车子开进巷弄里头 而一下车呢赶快狂奔 不过没有跑几公尺就被警察拦下来了 他浑身散发着浓浓酒气 不但拒绝酒侧 还变成他自己没有开车 他跑只是想运动一下 不过他没想到画面都被录下来了 想要规避也难逃罚网 远警拦查驾驶巨检 接着开车钻进小巷子后 下车逃逸 你有喝酒吗 我有喝酒啊 17号凌晨三点多 花莲分局远警发现 一辆乡行车转弯 没有打方向灯 不料该车不但巨检还加速逃逸 远警尾随逮到驾驶红性男子 结果男子酒气冲天 而且还拒绝酒厕 0.25开始跟我遣罪 做笔录 现犯逮捕 你要拒测的话 18号人的罚缓 车子会扣走 上大安讲习 大安调查三年不得考虑 盘查过程中驾驶浑身酒气 且经酒精减脂器初步测试 有酒精反应 为驾驶否认驾驶行为 故驾驶拒绝酒厕 警方向驾驶告知法律效果后 依规定自单举发 并当场一致保管车辆 喝得醉醺醺的红性男子 一下子跟远警说要喝水 一下子又说是来运动 最后干脆否认自己是乡行车驾驶 远警三次要求酒厕 通通都被拒绝 由于男子先前就有拒绝酒厕记录 警方依法开出二度据测 36万元的罚单举发 并将车辆一致保管 记者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